撒猪似的那种 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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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问一下大家 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 声音会特别紧 或者是卡脖子的感觉 就好像什么叫紧呢 唱着唱着 我随便用一首 因为我昨天发了一首歌曲 我就用这个来举例 这个是几个啦 卡呢 什么叫卡 唱着唱着 你看一卡住 没办法完整的进行下去了 这个是应该来讲 你们在唱的时候 会出现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声音特别暗 暗到没有亮点 为什么啊 声音要往前走 全放在后面来 因为很空 什么叫空 空那种呢 就是这个嘴要给包住了 又空又闷 又空又闷 又空又闷的声音 所以这些声音 我们应该来怎么解决呢 针对大家平时出现这些问题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咀嚼发声的方法 就是 比如我用一首歌曲 夜南飞 因为昨天我发了这首歌曲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听一下这首歌曲 你看比如说 夜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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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觉得很难看 是吧 但是 今天清清老师呢 要把方法很清楚的演示给大家 如果难看 我也豁出去了 大家呢 记得帮清清老师点赞 看视频的下方 小箭头 转发 在大拇指上点赞 点标题 收藏 点标题 有收藏 那么你看啊 在我打开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和我们的咀嚼 平时吃东西 本来我们吃东西 并不是这样吃的 我们吃东西呢 往往都是 看一下 两边的嘴角 嘴角 是中间有点点靠拢的 谁是这样吃的 没人这样吃 是不是 都是 有点靠拢的 好 那么我们就夸张一点 夸张一点 每身呢 你就像我刚刚那样 这样夸张一点来 咀嚼 民主呢 好 不用那么夸张 通俗和民主 差不多接近 总之 是这样的一种 两种进行 好 比如 我们也可以用 这种叫 亨明的咀嚼 亨明的咀嚼呢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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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唇 是要放松的 那么也可以 微微的臂 微微的臂 你看 放松 口唇放松 微微的臂 舌部放平 就像那个嚼口香肠一样 你的舌部不放平 你怎么嚼啊 对不对 容易嚼到舌头呢 像嚼口香肠 口香肠 像口椒一样的 很轻巧小声的 轻轻的哼 A母音 A母音 你看 我做个示范哦 要感觉声音出自口音部 口音部 口音部 而分 而并非 是什么 当纯的 发自喉内 或者笔腔 它不是当纯的 这里 或者这里 它是一起的 出自口腔 然后整个面罩 全是哼鸣的 声音音 让这个 A母音 临绵不断的 像车轮一样 不停的转动 稍微的 花张一点 这样的练习呢 可以 这个客户 发生过紧 或者是过松的毛病 什么叫过紧 就是刚刚我说的 YENAM FI 你看紧得很 YENAM FI 太紧了 唱到你都已经是 感觉自己都已经很累了 那么 过松呢 什么叫过松 一点什么气息都没有 全是大白嗓子 YENAM FI YENAM FI 太松了 气息一点都没有连起来 甚至声音都发虚了 所以 这些 是我们用今天 咀嚼的方法 可以进行 很好的 协调 协调的作用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下面 跟着一起来 念 歌词 你就明白了 刚刚我们 进行了 车轮式的 M 的和名 现在我们 可以用 三口咀嚼 三口咀嚼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 原因 来发各种 咀嚼的声音 五个原因 如果说 你开嘴咀嚼的话 你看 吃饭的时候 我说过了 嘴 嘴角两边 是这样的 谁也不会这样 加加加加吃饭 好 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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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 开始用 夜南飞的歌词 来做 迎送式的咀嚼 一个子一个 慢慢的 盼着迎送 也可以大大的大张口的咀嚼 就像唱美声一样 广状把它竖起来 这个时候清晰老师感觉会很难看的了 但是大家不要嫌弃 清晰老师难看哦 我是为你们了 我是为你们来豁出去的哦 好看一下 热闹飞 热闹飞 念叫山山清玉碎 探着咀嚼声音小小的轻轻的发声 我们随时都要记住 轻声的发声是我们在歌唱里面 保持我们的喉咙 不要太过疲劳 紧张等等的这样一个放松的演唱的方式 叶叫山山清玉碎 不得今日去 那么开始的时候 大家咬字可能会出现 嗯 喊混得不太清楚的 但是等你都练习 然后方法稳定以后 走进它就会清虚了 好 那么你看 比较清晰的时候 你完全是可以唱歌词 唱歌词 好 大家看 我是怎么样 念着咀嚼的来唱歌词 热闹飞 手头放屁 看到没有 热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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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太夸张 像民主 夸张一点 热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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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今日去 我念像民主似的 不太夸张的 不但今日去 也盼春来过 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仿佛交替的练习 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感觉了没有 自然放松的 你吃饭的时候 不会特别紧的 吃吧 吃饭 放松自然的吃 所以我们要保持住 这种 这种放松 使力量 更集中的 综合的 进行一个分配 不就放松了 嗯 那么加上 唱的时候就 这个 热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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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动起伏动作上 这样的坚持多恋 又可以达到一举两得 颈部的自由呢 就渐渐放松了 因为你平时的话 你肯定是自己 就像我刚刚上面做影视的那些方法来演唱 那肯定有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了 你这样吃饭的这种放松状态 咀嚼的放松状态 声音就不再咀嚼了 你看 什么叫声音的咀嚼呢 你看声音又出不来 咀嚼了压住了 你怎么出来呢 是不是 有时候呢 简直就是那个叫什么 撒猪式的那种 咀嚼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我为了大家 把杀猪的声音都给弄出来了 大家要给清清老师点赞 转发 关注 记得啦 那么现在我们呢 通过这么多咀嚼的练习以后呢 把它用到歌曲的演唱 把歌曲美妙地唱出来 因为现在整个放松了 放松了 好 我们试一下演唱 就像我前面说的 身体 稍微往前轻 两个前脚掌重心往地面 开始演唱 准备 叹气 不单近日去 也盼春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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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心留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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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当春归 归 清清老师啊 把所有干货都随时要记得带给大家 好 那说到这里 我再详细地做补充说明 通过亨鸣的咀嚼 咀嚼的练习 更有效地松弛喉部和发音气光 并且促进各身部肌肉的协调 这也是一种改善口腔共鸣 获得圆锐柔声柔亮音色的有效办法 好 今天清清老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